如果我今天需求就是说 那目前我们程式如果没写上去的话 你怎么填它都不会有任何作用 也就是你将来你执行这个新增它不会有任何作用 那我们是希望 假设我今天希望填完资料自动帮我放到最下面一列 然后填的话因为我们只有四个栏位 所以它填1234 然后自动带出后面三个 那该怎么做 我先demo这个是做好的 我已经把程式先放上去 那比如说我就今天打几个成绩上去 然后最后按新增 那特别注意程式要写哪里 当你按一下它 比如说你做一个click的动作 那程式就要记得写在这里 按下去 它就自动帮我把资料给填上去了 不过填上去的话当然还有一些不完整的 比如说像框线还没弄好 但至少资料是放上去的 OK 可是要怎么做 首先的话我们按部就办来看 第一个 程式该写哪里 因为之前我们写程式都写在模组里面 把模组点开来就开始写在sub 一直写一直写 但是问题表单跟模组是分开来的 你不能说你把程式写在sub里面不行 OK 那我要怎么样写这个程式 记得表单的程式就在表单写 那该写在哪里呢 一请各位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是按下这个 当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 然后程式在这边执行 所以一样类似像一个事件驱动 像刚刚那个 Webbook open open是动作 Webbook是个物件 有点像主词加一个动词 那这个动词做了什么呢 后面就写程式 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程式写哪里呢 一请你在这边点两下 二的话呢 它里面呢 会应该这个程式我把它删掉 它会跳出这个 跳出什么呢 跳出一个sub 不过前面会多加一个 这个叫private 就是私有的 意思是说我不会跟别人共用 因为这是表单里面的一个sub 一个程序 一个程式 然后呢 它的程式名称蛮特别 跟刚刚那个Webbook有点像 Webbook是一个名称嘛 它这个叫什么 Commet button 1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个按钮 名称就叫什么 Commet button 1 OK 那当它怎么样 被做什么事情呢 Clicker Clicker就是点一下 那个什么 游标滑鼠点它一下 那就做底下的事 什么事呢 就是要把那个我们的资料 放到这里面来 要怎么放 我们也许分成几个阶段来完成吧 我在云端上有放 总共有四个步骤 一的话就把资料填上去 二的话就是在 所以一就是做 这个填到这边来的动作 这个是一 总共四个栏位 二的话就是把这个后面三个栏位的资料 带自动带出来 那三的话呢 就是再把什么 再把那个我们表单里面的这个空格里面的资料清空 然后呢 四的话呢就把游标再回到第一个 意思是说你可以从第一个开始打 不然的话 如果你不停在上面它变成它再点一下感觉好像没有那么贴心 所以写这个UI 写这个界面的时候呢 尽量还是要多替使用者着想 让他觉得 哇 这用起来好顺手 对 那你这个UI 就是做得非常好 OK User I的话就interface User的interface是界面 对不对 那不过现在慢慢也比较少讲UI了 现在慢慢讲UX X X的话呢 就是经验 Experience 使用者的经验 不是在讲只是单单我要取得资料这件事而已 还要让你感觉到哇 这使用者经验非常好 完全不用学习一看就知道我要做什么 如果你那个UX做得很差的时候 你会发现使用者根本不知道你在 填之后填哪里 而且他没有按照顺序 一下填这边一下填那边一下填那边 这混乱 对不对 很容易做错 所以UX就很差 但最好是什么呢 非常focus 他可以很顺畅的一个一个填弯填弯 按个确定 OK了 对不对 那就觉得这一位是特别的好 OK 那这边的话该怎么做 第一个在这边写 那我们写什么呢 把资料带过来 所以我先分别 把这些先低调好了 也许就三个步骤吧 注解先 先不删就好了 OK 就删什么 删这些就好了 那也就是好 以后如果你不知道程式该写什么 你就干脆先把注解写上去 然后填空题 请问 1该怎么做 2该如何做 3 4 不就OK了吗 就是 一个一个步骤来 怎么样新增资料 第一个的话 我如何把 这上面的资料 放到这边来 那首先会遇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这个东西叫什么 叫test part 1 这个叫2 叫3 叫4 那我要把它放哪里 放这个地方叫sales sales的瓜糊哪一列 D应该是向下追踪之后加一列 哪一栏 A栏 所以写的方法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我要把资料放A栏的话 那记得 你要把 复制过来的东西一定在后面 所以写的方法一定是什么 sales 瓜糊 第九列好了 比如说我先第九列 第A栏 然后放什么东西 等于 等于什么呢 诶 test part 1 里面的东西 所以就打一个test box 1 里面的东西叫.test 里面的文字 因为它是一个test box 这样的方式的话 就是什么 帮我把什么 把那个test box 1里面东西 就帮我填到这边来 那第二个怎么填 第二个一样 所以其实底下的话 就什么分别 把这个东西改一下 改什么呢 分别因为有四个test box 所以第一个是1 第二个是2 第三个是3 也是类推好 所以其实都改一下而已 然后呢 再丢到哪里 那就是什么 丢到A B C D OK 这样应该可以理解 可是问题来了 你现在如果丢到第九列 然后下一次又第九列 那永远都第九列 应该是什么 现在是第九列 现在是变第十列 可是问题我怎么知道 总不可能永远在那边改程式吧 所以这边我多写一个东西 就是多一个变数 R 这个可以自己取一个 R 等于什么呢 帮我向下追踪 追踪到这边的第八 然后把8加1不就好了 所以向下追踪还记得吧 我前面有特别强调 这个很重要 从哪里呢 从A1 向下追踪 点end end 然后钱瓜胡 跟他讲说向下追踪 所以 xl down 追踪到之后的话 告诉我他的列是哪一列 所以 他会用这个row回传给你 这个时候的话 应该就8 可是我将来要放在9 所以把这个东西 后面再加1 8加1 变9 有没有 所以 也就是R 这个数字里面就放9 所以以后就把这个改一下 R 有没有 这样子的话呢 如果下一次 我多了一列之后的话 那这个数字就加1 有没有 如果 假设第九类有了 他就追踪就9加1 变10 E10类推 这样就ok了 那么来看一下 这样结果不ok 执行一下 如果我今天再输入一个bbb 然后随便输入一些资料 自动带出还没写 就按新增 有没有发现 bbb有了 ok 那再来 不过因为后面东西还没写 所以还没自动清除 有没有还没放上去 所以变成要手动 再吸吸吸 再新增一下 有了 有没有 一直往下 但是再来的话呢 第二个自动带出来 怎么自动带 我先把它关掉 这资料先删掉 好 那如何带一些资料过来呢 其实就是第二个 怎么做 那丢 再来的话应该是放在EF区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我先拿这个来复制过来 就是E栏里面要放什么 后面的话呢先放个空字串好 其实你可以用一招 什么招呢 就是直接拿上面这个公式 有没有 其实有点像之前这样 这个 这个是2 这边一定是3 这边一定是7 如果下一个一定是8 那这个8的数字刚好就是R 所以其实你可以怎么做 你可以把这个公式 复制 取消一下 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个双引号里面 有没有跟之前那个很像 到底一样 也要遵从两个步骤 第一个 如果有双引号 一定要变两个双引号 第二个的话 如果它有裂号的话 那就把它改成 之前是改成E 对不对 现在改成什么 改成R 为什么 因为假如说现在追踪到第7 我应该是第8 所以这边应该是放第8 所以这边只要把 7 改成R 所以做法一样 双引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 两个 移到中间 加个R就可以了 记得不是加I 然后前后 空下来 然后这个7 对 用复制的 或者你再做一次好了 把它复制 把它盖到这个7 这样就OK了 有没有 那E做完之后的话 再来做什么 做F F的话 做法一样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 复制过来 然后后面先两个双引号 反正标准化流程 有没有 然后呢 这边就加F 然后后面的这个公式 一样 就是先看F F到这里好了 拿这个 然后把它复制一下 不过它里面有双引号 还有四个 所以你就怎么办 取代一下 然后再贴过来 然后再自己再改 所以动作一样 所以这后面 我就不做了 我就直接拿 我们云端上面 这边有做好的 这一段 跟这一段 F跟G 这样的话 我就把它直接放到这边来 这样OK了 所以后面这个一样 就不demo 这来是怎么样 把上面的东西清掉 哎 清掉的话是清 清除的是 这个里面东西变成没有 那这个叫什么 test bar 1 里面的资料变没有 所以写法就这样 test bar 1 里面的资料没有 那怎么 没有资料是什么 等于什么 这样不就好了 OK 所以一个 两个三个四个 四个全部都没有 那就是意思就是把里面的资料 全部清空的意思 那因为方便的关系 我就不做了 好 这样的话 我就把这些东西 分别都清空了 有没有 最后了 一个 游标再放回到 第一个test bar 1 放回去 第一个 那放回去一定是个动作 点什么 一定是一个动作的话 那个动作叫set 有没有 其实你们早早看 反正其中一定会看到 一个绿色的 这个叫set focus 意思就是把游标放回去的意思 大功告神了 城市写完了 应该可以懂我在做什么 那这没有复杂吧 我觉得最难的应该 大概这个也讲过了 可能你不熟 没办法再复习一下 这个丢公式这个也做过了 OK有没有 只是说test box 这个也讲过了 set focus 可能没讲过 不过你可以理解吧 OK 这应该都不难理解 所以特别之后 一 请你把程式写在这里 所以记得点两下 你不要没事再写到模组 因为之前真的有同学 把这一堆程式写到模组 那其实不能执行 你写错地方了 点两下 然后在这个底下 做这四件事情 执行一下 我们来乱乱看 如果都OK的话 那表示就大功告成 然后再来就细部部分了 所以其实你看 这OK了 然后Enter 不过它比较麻烦 你看Enter 它会跳这里 才能够Enter 有没有 资料过来了 所以我刚刚呢 其实也可以Click它 点它 也可以按Enter 那它就这样 一先把这个资料丢过来 二的话就是把这个公式丢过来 三的话就把里面清空 四就把游标再放回这里 set focus在这里 完成 OK 可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呢 再还给各位 所以基本上 以前 以前我们每天在做的事情 我们只是说 把这个使用者 需求告诉我 然后呢 我就帮他把 他到底要做什么的动作 就按照这样的过程 把它给写出来而已 OK 不过我记得那时候 那个 光做这些事情 那个公司要付给 软理公司的金额 真的是 还非常高 随便动不动都是 几十万上百万的一个工程 光就是写这些东西 OK 这清空其实是相当的大 实际上 说真的有做很多事情 其实倒也没有做很多事情 大概就做这些事情 所以如果这些事情 假如说你不一定需要说 找那个工程师帮你代劳的话 那第一个好处就是 你完全可以理解自己要多少 第二个的话呢 功能你也可以随时 按照自己的需求 就把它写出来 那将来如果有功能上的变更 或者是要增减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很快的 把那个功能 给做一些调整 完全可以符合你工作上的需求 那这样的话呢 工作起来其实也是 算是还满愉快的一个经验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我把刚刚讲的部分 总共会有四个动作完成 那如果说假如细节部分 不太清楚的话 那可以参考云端白板上面的 那个设计表单的第三页 其实我刚刚程式 完全都在上面 它有一个好处的 就是那种 的那种 你也觉得 一种好处的 这种